NPO法人石川县台湾交流促进协会理事长陈文比医师 日前在慈吉大学吴敬辉教授的引介下 带着募集到的166万日元来到花莲市公所 将这批上款亲自交到市长魏嘉燕手中 而魏市长代表市民朋友们表达感谢之意 也感谢国际各界友人一起用行动爱花莲 石川县位在日本南登半岛 今年初发生规模7.6大地震 当时花莲市公所也有捐助 因此这次花莲发生地震灾害 让在石川县行医的陈文比医师 他主动号召日本在地民众募集善款回报这份恩情 花莲这次4月3号发生这个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在石川县有举办所谓的 台湾东部花莲地震的募款 因为我们有收到一笔我们所谓的善款 刚好我利用我这次医院放假的时间回到台湾 我希望能够把这份善款送到我们花莲市政府 顺便来花莲看一看 实际上有哪些需要我回去还可以再继续 包括观光方面还有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来给花莲有一些一点点的小帮忙 市长渭嘉燕感谢陈文比医师等人特地到花莲来捐款 他强调施工所会把善款妥善运用 不会辜负日本友人对花莲的关怀和期待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由石川县这边的交流协会的陈文比医生 那带着善款来到花莲市公所捐赠慈爱基金 那也陪同的是我们洪教授跟我们吴教授 那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陈文比医生 那其实在上个月就已经有做一个联系了 那总金额是约台币40万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石川县的一个南丹半岛 在今年1月1号也有发生这样地震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在工所也有发起一日捐赠 那捐赠到我们南丹半岛这一个部分 那我想台湾跟日本都是属于地震带的一个国家 那真的要特别的还是要预防 那还是要注意 那在这边我们会将我们善款做一个统计 那在大概会在下个月来做一个善款 整个发放给我们所有的债户 那再次的跟我们所有 不管是姐妹市友好城市 以及所有的日本友人捐赠的这个部分 我们真心的谢谢你们 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捐赠者 市长表示地震发生以来 花莲市慈爱基金专户陆续收到许多企业 个人还有国际友人的跨海应援 花莲市公所要把这些来自各地的善款 统一发放给花莲市的红黄单户 让这些善款可以直接帮助到受灾民众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 优优优独的带检 早期见 现在